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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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接著我要為大家說明的是 VSCode它偵措的功能 也就是 Debugger 因為預設的 Debugger 有 Node.js,JavaScript 跟 TypeScript 如果要有其他語言的 Debugger 就必須先到 擴充套件 那邊下載語言套件 那我們這邊就要學會 以GDP為主 接著要請大家下載 Native Debug 這個套件 那當然也要下載 C 跟 C++的套件 就是這個 跟這個 好 接著我們就開始 Debug 那 Debug 之前 要先請大家 伸出執行檔 伸出來之後 還要再填寫一個 主態設定檔 這是 那個 VSCode稍微麻煩一點的地方 那 兩個方式可以叫出 那個主態設定檔 第一個就是我們按 F5 按F5之後 我們就選擇 我們要的 GDP 第二個 就是按 選單中的 Debug的那個圖示 好 第二個方法就是按 這個吧 然後這個尺寸會亮一個紅點 就代表我們沒有任何的主態設定 那我們點一下 選擇我們要的Debugger 也就是 第四個GDP 點下去 這個主態設定檔 其實都差不多把我們設定好了 只有 只有 這行 第八行 Target 也就是 執行檔的所在 位置 好 那 我們要測試的執行檔在 Test的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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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Watch 好 嗯 好了之後呢 我們存檔 然後再點回來 接著就按下 這個綠色的播放鍵 就開始Debug了 好 我先把那個檔案叫出來 這裡 好 按一下開始 然後它就開始跑了 然後它的輸出在這邊 1 2 3 好 等等 這邊是不是我設一個中斷點 對這邊我有設一個中斷點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中斷點 這個紅紅的就代表 我在這一行設了一個中斷點 那這是怎麼設的呢 就是在行號的旁邊點 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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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要取消中斷點就是 再點下再點下 對是這樣 好 那 對著這個紅點 點右鍵 這是最大的 它會有三個選項 移除 編輯跟停用 那停用就是 它還在 只是它不會 這個breakpoint沒有用 其實我們也可以在這一區啦 這一區也可以打勾 打勾就是我要啟用 然後取消勾勾就是我不用 好 然後編輯可以 設定一些條件式 讓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這個breakpoint才啟用 好 那我們再跑一次看看 那breakpoint 設在這裡 好了 好 那我們再重新跑一次 這個面板就是 偵措主控台 就是buck的 輸出 放在這裡 好 那我們開始跑 go break了 喔 break了 好 那它就停在這裡 break的時候 然後 左邊會顯示 變數 現在的值 然後也有 stack 然後最上面呢 還會有一個操控欄 它是可以移動的 然後這個就是繼續 然後我們如果要下一步 單步執行 就可以按這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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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其他的 有些其實不能用 對 跳離韓式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 或者是我們直接繼續 然後它就跑完了 可是 其實 VSCode它的這個gdb 可以使用的非常有限 但我們知道gdb的功能 遠遠不 不 所以我們再為大家示範一次 要怎麼執行其他的gdb指令呢 我們開始 好 那開始之後 有沒有發現 那最下面 就是沒辦法再打 欸可以 最下面這裡有一個箭頭 這一行 這一個 我們可以打字 其實這就是gdbcommentline 對啊 所以gdb指令可以在這邊打 如果我們要看 register register 然後它就會列出來 所以其實 gdb的所有指令 都是可以執行的 我們只要在這邊打下 指令 就ok了 好 那 基本上 debugger的教學就到這邊 然後 再來 如果對gdb還不是很熟悉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個連結 學習一下gdb指令 接下來我要再為大家講一個 也是蠻重要的 而且還蠻常發生的 就是 VSCode版本的更新 它更新速度還蠻快的 對 那如果有最新版本可以更新的話 你打開 code 的時候 它上面都會顯示提示訊息 你看這個 已有更新可用 然後就有 選項可以讓你選 要立即下載還是稍後 是的 那我們點選立即下載 它就會 帶我們到它的 更新包的下載頁面 那我們就選看你是 要選哪一個 安裝版本 然後我們是 點db 我自己是用這個 然後 就照著這個步驟再打一次指令 就更新完成囉 那再重新打開VSCode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你更新後版本的資訊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 比較 奇怪一點就是 怎麼不是一鍵自動更新的 所以我是覺得 比較奇怪的地方 好 那我們 VSCode的教學 就到這一集結束 好 快到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就好 我們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